斗阔年番第55集更新了,总结来讲其实这集主要讲述两个剧情,一个是亚非和女王双双吃醋,而且为了争宠亚非则是当众挑衅女王,更是在暗地里多次偷窥女王的反应,而另一部分剧情则是硝烟拉帮结派,做好攻打云兰宗的最后准备。 然而,不容动漫第57集的超前预告来看,决战云兰的剧情进度似乎要比想象中快上许多,云山在这一集中竟然就要吃硝烟的三色火莲,不过要说此次硝烟决战云兰的剧情,最受关注的显然便是云运和骨盒的大婚,而在这场大婚中,漫民们最在意的显然便是云运的婚服造型。 说句实话从年番两首词公布的云运投杀飘落的画面,当真是给人一种如此如醉的感觉。 然而,期待越大失望也就越大。 此次预告中则是呈现出了云运结婚时的造型,在这里真的不得不吐槽一句。 逗阔官方这是真的要放弃云运这个角色了吗? 凤冠霞配的云运,这发型真的是认真的吗? 难道真的如部分漫妮所言,云运的价值已经被榨干了, 三上云蓝宗之后,云运就要下线,留给她的戏份已经不多了。 因此已经不在乎云运在剧中的形象问题了吗? 从逗阔官方已经曝光的,所有关于云运在《决战云蓝》中的画面, 的确都给人一种一言难尽的感觉。 没有了当初的那份经验以及精致,也许逗阔已经拎清了自己的定位。 女配终究是女配,云运的下线已经注定了商业价值的流失, 但美入杀女王却并不一样。 作为斗魄的女主,而且三上云蓝宗之后,还是女王的主场。 先前斗魄官方透露的美杜莎女王在《年范2》中的全新造型也终于公布了。 抛开颜值不讲,美杜莎女王的这一身新服饰, 当真是十分符合她女王的气质。 最关键的是分明穿的还是半透的黑丝, 竟然丝毫也没有给人一种艳俗的感觉。 女王的这波幻魔当真是逆袭成功了。 从背景来看,女王换上这个形象的时间点, 便是她在回蛇人族的时候。 只能说女王的心魔在服饰上。 算得上是非常成功的了, 但脸部剑魔尤其是身材比意上, 还是需要优化一番。 不过角色展示PV终究不是最终成品, 具体效果还是得等到证据更新之后才能知晓。 对于美杜莎女王的新造型, 小伙伴们能打几分呢? 欢迎留言讨论谢谢。